做好山的文章 是清果 更是金果 橄欖是最难吃的水果 我饱饱不吐 一厂 二厂 三厂 全厂业练的厂值 达到三十多亿 今天的节目 我们一起走进福建敏清 梅西镇 开门见山的说吧 为拍摄这集节目 走南闯北的摄像与记者 全都运车了 因为这里确实是 推开门就见到山 而这山上种植的 几万亩的橄榄 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 记者到达的时候 橄榄种植大户张孔江 正忙着采收橄榄 本就头晕目眩的记者 见到他搭梯子的瞬间 又被惊得目瞪口袋 我们这个梯要避开橄榄 和我想的不一样 我以为你是要靠到树干上 就直接搁在这儿 搁在这儿 它也没有 就是搁在这儿 就是搁在这儿 能行吗 可以 可以 我怎么觉得很危险的样子 不会 就这样上 就这样子上 我惊得说不出话来了 我想象的 他拿一个东西放到树干里 把它架住 你现在就搁在这个枝上吗 搁在这上 你这么像演杂技一样的吗 它都没有坡度的 可以搁上 就这样可以吗 要不要把你扶着 我觉得这个梯子就几乎是垂直的 你现在像演杂技一样 你是放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绑哪棵树是吗 绑哪个枝子 是啊 梯子的摆放 看似很随意 却是非常精准 而橄榄的采摘也有很多讲究 下面采上去 是从下面往上采 如果到上面采下来 果都掉了很多 我发现一个细节 他爬上来之后 他把腿就跨过了 这个梯子勾着 少可以动 你快看这个姿势 你好像演杂技 少可以这样子 好像演杂技 少可以这样子 是这样子 我们是这样子 整个给他一整串给他 放到框子里 框子里面 它不会落到地下去 受伤就不会不耐尝 就是他如果受伤就会容易坏什么 就必须要守摘 要守摘 要小心翼翼的才 也不能这样子 如果太高到 刀到罗花里面 它橄榄跟橄榄会碰到 也会伤 也会受伤 不受伤的橄榄 可以在秋冬的室温下 保存两三个月 仍然保持新鲜 高温或低温都容易腐烂 所以橄榄的保存是不用冰箱的 千百年来 橄榄都是手工采摘 也练就了橄榄采工们好的身手 像我们这种如果手 手如果不够长 我们再用绳子 像这样子再用绳子 再给它拉近了 再用绳子 绳子把它拉出 拉近了 这样子如果 比如我们这种很长出去 踩不到我们再拉过来 再拉过来 拉到人可以踩得到的时候 各位可能注意到了 橄榄采工们都是用绳高手 你们很会系绳结 他们一边走一边再不停地系绳结 我们如果今后就是说 蜘蛛网那个绳子 我们结一个绳头 我们拉下拉下 它们自己会松开松开 我走 它的意思 他们的绳结都非常有技巧的 虽然是很复杂的系上去 但是将来撤的时候 只需要解一下 就可以把它全部都解开 是这个意思吧 是啊 你下来我能试一下吗 可以啊 可以吗 可以 不会有危险吗 我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来 要自己试一下 我上去试一下 是 很安全的 现在 不是 它这个梯子是因为是 你不管你怎么用力都没事 因为我通常认为的这个 爬这个的梯子是要有一定坡度的 坡度一下就就没办法踩 这个梯子好小 不能容两只脚 不能容两只 你这一只等下就踩到这里了 你手上 对 然后我看你怎么勾 要拴过去 就这样子穿过去 它拦着拿出来踩 我 不要 就放在这 就放在这就行啊 没有 我想 我想学你一下把手伸开 伸开可以伸开 这个不礼貌了 因为这个 人家是在劳动 我在玩 但是 但是 你把两个手全松开的时候 还是很恐惧 我还是没有多高 因为 我这个可以踩 人跑了 我可以踩了吗 这个直接踩下来就行 是吧 不用管它大小 是吗 可以踩我 我倒一下 过去 啊 无礼貌没人 好吧 哦 行了 我就实验这一下 哇 可以踩你啊 可以 你来继续吧 你那只手放上去可以踩 我在 在时间久了 就会漏窃了 你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的腿已经开始打哆嗦了 不是 就是勾在那 我的腿就会 会是 会 刚开始踩的这样子 踩在这里 前几天啊 踩就没习惯以前 脚底都会痛 对 踩了一个 我我我上去一下就流汗了 因为我觉得我要再再久了 就会打就在里面 像筛糠一样 像你这样子 他高到这里 我们整个人会 会伸到1米5 1米7 这样子 像你高的人 伸的伸的伸的少更长 哇 就是你能多高 就会伸多长吗 啊 是这样子 你腿部的力量 就是腰部的力量 对 我就是因为没有腿部力量 和腰部力量 我刚摘了一下 我的腿就打哆嗦了 而且我只试了一下 就打哆嗦了 你都是这样子 我们刚开始 第一天上去 上桌也那样子 肝蓝原产于我国南方 福建 台湾 广东等地 都有栽培 本草钢木 滇南本草 记载 肝蓝胃肝酸 性瓶 有清热解毒 沥烟化痰 生金止渴之功 因为大部分 肝蓝品种味道酸色 所以用来鲜食的并不多 而敏青橄榄 自古便以鲜食为主 古人更是用檀香 来命名 敏青橄榄的品种 福建省福州市 敏青县的梅西镇 正是敏青橄榄的发源地 梅西镇的山 敏江的水 福建温暖的阳光 让这里极适合 橄榄的生长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收成也很好 像我们大概比去年 我自己一家 大概这样子 会比去年花一倍 比去年的产量 要花一倍 人家小户的还不止 小户的有的 去年生一万斤 今年会生十万斤 那厉害 一万斤 今年有十万斤 那不是有的家里 就能翻了十倍呢 十倍 我都走神了 因为他自己偷偷吃了一颗 你都不让让我 我要尝尝这个 很好吃 橄榄是吧 很好吃 因为我看见这个 有一点 在底下有一点疤嘛 人家省不得扔掉 就自己吃掉了 那我明白 这一个月就更好吃了 你慢慢等一下 你吃一下 你就慢慢一块 我保证不吐就行了 哈哈哈 啊 酸了 你知道那个劲儿 哈哈哈 就很奇怪 因为我一开始吃的时候 我就完全接受不了 但是因为我一直含在嘴里嘛 那个味道慢慢的是有一种果香 是吧 这香气挺重的 但是还是挺色 别看记者现在这样 不久他就会喜欢上橄榄 宋代 苏氏 欧阳 修 黄亭 尖等 都曾有诗对橄榄独特的味道 进行过描述 其中王宇称有诗云 北人将旧酒 诗之仙品美 记者的品尝倒是真实地在线了古人的诗句 我这棵啊 前几年就卖了七万多 将近八万块 一棵树的果子卖了七八万块钱 一斤当时一斤是卖一百一五 我们五棵树就卖一部小车嘛 三十七 我惊呆了 这么值钱这一棵树的果子 那树得更值钱 是吧 是 这回让记者猜对了 梅西镇的橄榄树更值钱 近三十年来 梅西镇的橄榄迎来了大发展 闽江岸边已经建起了数万亩的橄榄林 白河江自然村也被人们誉为中国橄榄第一村 这当中还离不开另外一位关键人物张梦兴 这是我的老宅 也是我的老家 我出生在这里 真的啊 这么好呢 对对对 你现在还住在这吗 现在不住在这里了 这个自然村啊 我们有两个合作社 一个是吉隆橄榄合作社 一个是孔江合作社 两个合作社 它这个就覆盖了我们整个自然村的 八十二湖村民 八十二湖村民基本上都在这两个合作社 我们平常 你现在这是干什么用呢 你没有住在这里 这个合作社现在的房子就是作为合作社的办公场所 他们平常合作社一些决策 指导合作社社员怎么嫁接 怎么撕回 怎么销售 都在这里开会决策 走我带你进去看看 行行行 好这里面 张梦兴也是土生土长的白河江村人 当兵退伍后在梅西社区工作 一进屋 他自豪地抱着一堆证书给记者看 这个是我们合作社获得的一些证书 每年的格纳节 这个是我们获得的金奖 零分品种的金奖 每项二号获得金奖格纳的证书 也是金奖 也是金奖 这个是零分的 这是你个人的证书是吧 最美退役军人 对 这个是我获得首届明清县最美退役军人的称号 你是福州市的武艺劳动奖 当然 这些荣誉你都收在这了 对对对 收一下换在合作社这里 把自己的荣誉证书 与橄榄的获奖证书放在一起 可以看出这两样东西 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张梦兴自身的工作经历 也让他看待橄榄产业的眼光不一样 我当了社区的书记主任一件条 当了八届 八届二十几年的书记主任 我对政府部门的一些政策 比如说有一些扶持农业的政策 我更尊重于这一方面 然后把这些政策 怎么样 对接到农民的手上 让农民得到实惠 把自己的组屋拿出来当作梅西橄榄的宣传阵地 给村里注册了多个橄榄品牌 组织村里的橄榄大户 一对一帮助村里没有劳动力的家庭 帮他们嫁接施肥采摘 用橄榄创富的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说起这个张梦兴又卖棺子似的拿出了另一款橄榄让记者尝尝 这种甜橄榄的品类准确地说是属于蜜餐 是原味橄榄加工而成 梅西的橄榄因为品质好 所以以鲜石为主 每到橄榄集中上市的时间 在梅西镇的街头 经常会看到只在收货季开的工厂 这些厂子把收来的橄榄简单清洗分拣后 发往广州 潮州 汕头等地 但初级农产品与集中上市 让很多橄榄种植散户根本卖不上价钱 身兼树植的张梦兴有了一个新创意 这个厂是办在一个师傅村 我们梅西镇一个师傅村 我在那个村当第一书记 我到那个村以后 发现很多散户这个销售问题 然后我们对接了一个奴隶大学的 一个食品学院的一个专家 来给我们做了引进的做了这个厂 这个等于甜橄榄厂 它是加糖呢 加糖 加糖 看得像鲜的似的 对 看过去像鲜果一样 对这个不会吃橄榄的人 还有北花很容易接受 都很容易会接受 这个消费群体就大 就解决了周边的一些 这些散户的销售这些问题 田橄榄加工厂的诞生 让橄榄种植散户有了销售的地方 让村里的工厂有钱证 也让白河江合作社的橄榄销售 有了新品类 梅西镇党委书记陈沁 也是地道的敏青人 今年橄榄的好收成 让他不敢掉以轻心 最近几日 他一直奔走在山间林下 跟种植户们交流 怎么让风产变成增收 见记者是外地人 他先讲起了自己与橄榄的故事 这种橄榄我们明星特色产品 我记得我小时候肚子一难受 就吃这个 消化不难就吃这个 就是老人拿它当药来用 对 当药 把它拍碎了 盐半一下就能吃了 这是个好东西 现在我们这个产业 越来越做越大 品牌是越做越强 今年能有多大的量 我们这边的梅西镇 关梅西镇大概有五万多亩 五万多亩 那么我们这边的一厂 二厂 三厂 全厂业链的产值 达到三十多亿 每户的平均的 增收了十万左右 是增收十万 增收十万 橄榄的味道 幸福的味道 就是这样来的 看到这里 各位看官是不是有 橄榄虽好 但自己还是不一定 能接受这个口感的想法 别着急 橄榄能喝这事 咱还没说呢 橄榄露了解一下 橄榄露我们古代的方式 做的是最早期的是 用脚拿去踩 用脚 脚拿去踩了脱皮 脱皮了 然后就用盐巴套胜进去 它就流出来的叫橄榄露 这个橄榄露它拿来的干嘛 它专门止咳化糖 这个对我们消食 是特别有功效的 没错 搜索橄榄露 你会发现它本就是中药鸣 陈世忠继承了家传的这门手艺 但因为研制出来的橄榄枝叶 口感不佳 陈世忠决定要在自己手上有所改变 到您这儿是传了多少代了 第四代 第四代了 我看到这儿你就做了一些改变是吗 现在不是咸的 不是 我现在到我这三十几年 更新演化过来是甜的 用红糖更新到白糖 白糖更新到冰糖 我们是花了整整的三十几年时间 橄榄是花了一两百蛋做坏掉 用这样子的摸索过来才有今天的橄榄露 陈世忠专注手艺的传承创新 他的儿子陈奇发 却更专注于橄榄市场 因为从小跟随父亲买橄榄做原料 竟学了一身品鉴橄榄的本事 经常给广东客商代买 算得上是橄榄经纪人 橄榄是最难吃的水果 但是它的价格是水果中最高的 一斤最高是一千二百块钱 很多人吃橄榄 他都觉得橄榄都是一个胃 但是真正橄榄 吃到后面是鲜苦后甜 没有渣 要脆 要甜 这个才是最好的品质 这个就是我们的店 和我想的不一样 我本来以为只有你自己的产品 然后我觉得第一是很大进来以后 是吧 对 然后好多东西 对 我们这个因为是还有建的 我们16个乡镇 还有之家农产品全线的 又是农产品 我们都有放在我们店里面给它统一代销 2018年刚开店的时候 陈奇发的生意并不像现在这么好 见过外面大市场的他 决定把格局打开 21年嘛 应该这样 我们由农业农村局 跟顾销社指导我们 说我们进来来做这个农产品 是橄榄推广的 那就是说把全线的农产品 给它一起录进来 做大做强 我们合作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量也终结了 全部上来了 比之前要增加了50% 其实陈世忠父子的生意 能迎来大发展 背后是有高人指点的 首先吸引记者注意的错 在福建沿海一带 是家或屋子的意思 不久记者会见到更令人惊艳的古错 这是后话 简单寒暄后 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 闽青站的裴锦泽 跟记者讲起了2018年的那次相见 当时我们在闽青做乡村振兴服务 其中一块做橄榄的 一个加工企业的一个陈世忠 陈总他就说找到我们 他在当时遇到企业发展 遇到一些平静跟困难 他就想着说 一个是品牌如何推广 第二个是产品如何让更多的客户喜欢 第三就是能否引进一些大学生的团队 帮忙出谋划策 然后产品营销这一块 所以我们当时一排集合 之后 裴锦泽的团队 与几所高校的同学们通力合作 拿出了一览情深系列IP 助力程式中开发了系列产品 甚至还以橄榄为主题 开发了一款发生在古厕里的剧本上 几点的时候跟他在一起 我下午两点的时候是和他在一起的 下午两点我是到了邓小姐家 他可以为我做一个不再产证明 就是我是没有时间去拿这个嘎吵盒的 我是农尼大学来的 福建农尼大学 同学 我们是一起过来的 我学的专业是乡村振兴 然后就是知道这边敏青 就是这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碟 也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案例 作为福建省首个以农业产业为主题的剧本杀项目 亦览情深的开发调动了游客们的兴趣 带动了住宿餐饮周边文创和橄榄产品的销售 而橄榄对于农文旅的撬动远不止于此 梅西镇敖峰岭上橄榄林间的另一间古厕 在它诞生二百多年后的今天 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作为我一个外乡人 跑到这里来开这样一个民宿性酒店 进入到这里第一眼 就被它深深的文化历史底蕴给吸引了 云西古厕酒店占地约七千平方米 修缮后的古厕保留了建筑原有的机理 又被赋予了民宿酒店的新功能 可以到现在 虽然说半年不到 但是入住率还是非常高的 单客的消费水平也是非常不错 住在这里真正能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 橄榄让梅西镇的古厕 成为了乡村旅游目的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